世界上的邪教成千上万 大部分邪教的表现虽然荒诞 不过危害性并不太大 然而少部分邪教的危害却是致命的 国外YouTube网站推出了一部视频 总结了世界上十大最危险邪教 其中源自中国的全能神 有名东方闪电邪教 其危险指数位居第三名 邪教全能神又叫东方闪电实际神 其教义是引用和曲解基督教的圣经而来 主要借基督教名义从事非法活动 全能神的实际头目是赵维山 1951年生黑龙江省阿成人 全能神打着末日拯救女基督的旗号 不断宣扬异端邪说 通过对信徒的精神控制 吞噬他们原本的心智 如果其成员信奉了他的那套歪理邪说 必定给国家 社会 家庭 个人带来极大的损害 必将造成极大的社会动荡 全能神邪教宣称其统治的国度时代已来临 要在中国建立神的国度 他带有明显的暴力倾向 称中国政府为大红龙并进行恶毒攻击 宣称要毁灭他 神在大红龙国家与大红龙展开了决战 要在计划结束时将大红龙灭霉 不让其继续败坏人类 不让其继续糟蹋人的灵魂 这段视频记录的就是2014年5月28日 山东省昭远市 与麦当劳宽餐店内发生一起命案 事发当天 张帆 张立东等六人 在昭远市麦当劳宽餐店内就餐 为发展邪教全能神教徒 向吴硕燕要电话号码被对方拒绝 后张帆 张立东等六人将吴硕燕殴打致死 2014年10月11日 山东昭远涉邪教故意杀人案 在燕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 法院认定 全能神组织习冒用基督教民意的非法组织 依法认定为邪教组织 张帆 张立东等二人被判死刑 吕盈春被判无期徒刑 张航有期徒刑十年 张巧莲有期徒刑七年 李贵荣原本是一名家庭妇女 加入全能神邪教后 她痴迷于此 但是小女儿的出生 让她无法像往常一样出去参加全能神聚会 于是 在2011年1月10日 李贵荣残忍地用剪刀 将刚刚两个月的女儿刺死 湖北省早阳人 金丽娟 是全能神的忠实教徒 日渐痴迷恍惚 2004年11月9日 在外参加完全能神活动后 从家里拿起菜刀 对丈夫说 听到神的召唤了 她让我现在就去 说完 金丽娟拿起刀 毫不犹豫地朝自己的颈部自吻 当即死亡 一个个血淋淋的案件 一个个发人深省的故事 邪教全能神 带给人们的不是不应 而是罪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